吴表弟没有了 只有他的至今在为他哭泣 其他人纵然有泪水 却不是真心实意的 欧阳暖非常理解审视此刻的心情 轻声劝道 大舅母 你已经哭了一天了 小心哭坏了眼睛 还有大舅 表哥表姐需要你照顾 还有家事需要你打理 更何况 你这样下去 外祖母也会跟着伤心的 接着 欧阳暖低声道 徐妈妈 我有话要单独对大舅母说 徐妈妈点点头 让所有服侍的丫鬟婆子们都出去 远远在院子里守着 又细心地把门关上 才转身回来 沈氏再也忍不住泪水 阴阴地哭起来 徐妈妈忙地上帕子过去 沈氏接过帕子 一边哭 一边哭一边低声道 乃儿你不知道 花儿 花儿她本来没事的 她是悲人 悲人 徐妈妈一听到这话 立刻开口阻止审视说道 夫人 夫人你急糊涂了 这话怎么好对表小姐说 快别说这些胡话了 欧阳暖面色一领 说道 徐妈妈 大舅是我的嫡亲舅舅 我又是大舅母看着长大的 我不会和那些外人一条心的 你且放心 有什么话 你就让大舅母说完吧 徐妈妈一直觉得 这表小姐 是个被继母蒙骗的糊涂人 此刻听到她这么说 倒真是吃了一惊 沈氏这些话早就想说了 却既不敢对体弱多病的丈夫说 也不敢对年事已高的婆婆讲 急需要有个人倾诉 已经说下去了 你大舅身子不好 我这些日子 一直在她身边照顾 疏忽了花儿 她原本只是吃坏了肚子 只要轻轻肠胃便好 谁知 谁知那用衣妃说是利己 竟然用了虎狼之药 欧阳暖慢慢说道 大舅母 那大夫 徐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唉 除了老太君用的是刘大夫 我们其他房的主子生了病 多年来用的都是周大夫 可半年前周大夫举家迁往南方 二老爷又特地请来一位姓徐的名义 名义 林文渊请来的只怕是独一把 只可惜吴表弟已经没有了 再追究这个 恐怕也查不出什么来 欧阳暖心中想到 口中却低声道 大舅母说的这些 暖儿都明白 也能够体谅 只是可怜老太君和大表哥 一个气得病倒了 另一个 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伤心 沈氏一下子愣住了 不知道欧阳暖说的是什么意思 欧阳暖温柔地说道 吴表弟是外祖母的亲孙子 他也是十分伤心的 大舅母还能躲起来哭泣 可他老人家 却是一刻也不得停息 就在刚才 二舅他们还带着人气势汹汹去求见 有他们在 外祖母纵使有千万般痛苦 也说不出口啊 沈氏文言十分惊讶 欧阳暖继续说道 二舅一直想要承袭爵位的事 大舅母心里也是清楚的 只是大舅才是帐房嫡子 更加之外祖母还在 这爵位 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的 但容我说句大不孝的话 若是大舅和外祖母都阻止不了他的时候 一旦让他继承爵位 大舅母可曾想过 到时大表哥该如何自处 林知染是林文龙和沈氏的嫡长子 若是林文龙一直身体健康 将来继承爵位的肯定是他 但丈夫的身体也没有人比沈氏更清楚 只怕他是撑不了几年了 知染还是个少年 如何争得过二房那群豺狼 一旦让林文渊得到爵位 自己这一房人纵然不被他驱逐出去 然而的前途也就全毁了 大舅母 你想一想 若是你继续这样伤心 任由那些人对外祖母一步步紧逼下去 外祖母倒了 大舅也就倒了 谁会真正得力 花儿是你的幼子 你疼惜他 我们都知道 但知染表哥是你的长子 听外祖母说 你生他时难产 差点挺不过去 产婆问你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时 你好不犹豫就选择了后者 你这么爱他 难道忍心看到他将来无所依靠 被人欺凌吗 这些话 正是许妈妈想说 却碍于身份不敢说的 全被欧阳暖说出来了 大夫人过度悲伤不肯出来主事 便宜的正是二房那些人 一旦他们逼死了老太君 大房又能撑得了多久 到时候毁掉的 只怕是大少爷临之染的将来呀 他看到沈氏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赶紧劝说道 夫人 表小姐说得是 为了大少爷着想 您一定要振作起来 沈氏沉默了许久 欧阳暖也不催他 只慢慢等着 一直到沈氏轻轻点了点头的 我明白了 他的眼睛鼻子都红彤彤的 神情却已经明白了过来 欧阳暖知道他已经想通了 便对许妈妈说道 许妈妈 劳烦您去给大舅母 打盆水来擦擦脸 许妈妈应声去了 欧阳暖却拉住沈氏的手 低声道 大舅母 你无需不甘心 忍之妙用 韬惠待机 将来 多的是报仇血恨的机会 沈氏愣愣地看着 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外甥女 万万料不到 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家到侯府第二年 大姑娘林万青便出嫁了 两人虽然相处时日有限 却十分谈得来 林万青去世后 他真心为这个小姑娘伤心感叹 最担心的便是这个年纪小小的外甥女 将来会无人教养 想不到他如今 竟出落的比林万青更要聪明百倍 最难得的是他小小年纪 竟懂得百般忍耐 伺机而动的道理 想到这里 岑市慎重地点了点头 欧阳暖走后 从内室的水墨化屏风后 走出一个人来 岑市瞧见他 淡淡笑了笑道 然而 那儿是自家人 年纪又小 你不必如此回避的 林芝染生着一双深邃似寒心 且凌厉的丹凤眼 鼻子高挺 轮廓分明 虽然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年 却身形挺拔 气宇轩昂 但此刻他桀骜飞扬的眉头却微微促起 对沈氏道 娘 你知道我素来不喜欢这个女儿表妹的 沈氏淡笑道 那是你一贯对人家有偏见 娘瞧着暖儿生的极好 有言谈有度 举止得已 便是放眼整个京都 像她一样出挑的大小姐 也是屈指可数的 唉 若是你大姑母还活着 不知道该有多欣慰呀 林芝染不由自主便向窗外望去 院子里欧阳暖正含笑与许妈妈告别 她沉吟道 我总觉得 这个暖儿表妹有什么不一样了 她今日所言 话中有话 颇有玄机 全部像以前那个浑浑噩噩的样子 那是暖儿懂事了 沈氏称怪道 以前她总是跟在你二姑母身边 什么都听她的 老太君和我多说几句她都嫌烦 可你看她今日的表现 可是截然不同了 我猜 必然是其中发生了什么事 让她明白过来了 林芝染点点头 欣祥只怕不是看错了 而是欧阳暖太善于保护自己了 居然连母旧家的不信任 也许是她生活的环境太复杂了 想到心机深沉的二姑母 林芝染对欧阳暖的转变 有了几分体悟 结果许妈妈递来的茶 沈氏缓了口气道 不过她今日所言 句句在理 我便是再伤痛 看着那帮白眼狼 也该振作起来 被你的将来好好谋算才是 林芝染看着原本还悲痛欲绝的 母亲竟然振作起来 心里很高兴 点头道 娘能这样是最好的 祖母那里 还指望您的照顾呢 只是五弟的事 沈氏眼中仍有泪花 脸上却换了坚定的神色 你也不要多想了 出了这样的事 那些人都盯着我们这一方 罢不得老他君和我都倒下 才趁了心意 许妈妈 你要管好家里的管事们 不要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如果听到什么闲言碎语 你也应当知道该怎么应对才是 许妈妈立刻道 这是自然的 请夫人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